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架面阿尔法,非常期待与你相见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7月10周三晚间的8点35分 今天我们来交汇一下融资6500万的Aslips 它是推出的第一个任务 那么第一个任务是在GetsHub上部署智能合约 然后要将结果和地址提交给项目方作为一个收集 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因为它涉及到的是GetsHub上的一些部署 节点的一些要求 以及是你的代码的正确性 那我们这边将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 然后给大家来进行这样一个使用 那么根据我的视频教程内容的话 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 有任何的错误的话 可以事先在他们的DC方向上进行反馈 或者是在我的评论区当中 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解决你的问题 那这里再稍微插播一下 我们做这些的话 还是无非是为了获取到最终的奖励环节 那么所以要认真的去做一下 同时如果你是B圈的信任 或者是正准备在路股同赛程上大战圈角的小白 你还没有注册世界上最大两个招议所 一个是币安一个是OKX 一旦注册之后 将对你以后的加密世界畅行无阻 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 我们提供了币安和OKX邀请链接 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 会获得全网八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 享受不定期的空头奖励 那如果你是新手 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两大交易所 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 建议大家两个都注册一下 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 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 那我们就将正式开始今天的板块内容 首先第一个要进入到Gethup的任务链接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的话 会出现一些问题 很多人他说他没有Gethup的账号 我这里用的是Google的账号进行登录的 所以率先我已经登录进去了 登录完成的话 其实就是在此前的这样一个页面上 你只要登录完成的话 会显示在这个方向上 然后我们要选取的是第一个选择这里 然后会打开一个全新的链接 点一下这里是blank 结合到它这样一个教程当中的话 第一步的话是要点击一下blank 然后进入到这样一个环节当中 大概会需要等待一分钟 然后会在这个方向上 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大概等待 是一分钟左右 它会出现到这样一行 那么也是我们最终所需要的 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点 你在Gethup上进行部署合约 或者是执行工作流程时 文件会被下载到运行器的环境当中 并不会下载到你的本地电脑上 因此它不会占用你本地电脑的内部空间 但是你如果一旦退出之后的话 它这里的痕迹会消失 有可能 所以可能需要再重新做过 那我们继续开始执行相对应的代码 再去敲一下回车 回车键一定要再敲过 敲完成之后了 它会出现一个关于你钱包的信息 请注意这个信息不要泄露给任何一个人 首先第一个信息的话是你的PubKit PubKit的话就是你的私钥 然后再是接下来内行的话 是你的12个注记词 非常像是你的钱包 它是有关于你所有在未来 获取到的空头的钥匙 实际上我可以把这个空头当做一个宝藏 你需要打开这个宝藏 那你就需要一把钥匙 那这个钱包就会作为你的钥匙 所以一定不要泄露 那没关系 我作为视频演示的话 我会到时候把这个删除掉 然后重新再创建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不会影响 那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 做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到相关联的第四个步骤 第四步骤的话 就是保存好相关联的所有个人资讯 那它这里的话是打码了 那我作为视频演示的话 我就暂时新的不打码 但是切勿遗漏掉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要将12个助记词的话 复制面贴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在它出现一串黄字之后 它会让你输入到一个新的 然后你把这一个字符复制进去 然后敲下回车就有了 然后它会出现到一个 Sand Sabolia ETH 就是在这个测试地址当中 发送一点测试代币 测试代币的话 相信我在上一期 就今天的上一期视频当中 已经讲过 有个免费的可以共开源的 可以方便大家使用 但是它只能收获到0.05个ETH 但是此教程的话 是要发送到至少0.1个测试网的测试代币 那很明显是不够用的 不够用的话要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 Sand Sabolia的零税大全 那么任意一个 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么最常用的一个是这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是PK910 那么它的话是需要在那个Github上 是至少有两 就是要有新数点 这个新数的话 是可以通过注册一些 其他相关类型的任务的话 是可以满足它的要求的 那这个后续再说 你在挖取它的时候 请注意要把你的梯子关闭 不要有梯子 然后它会自行的挖取 那同样也需要在一个变量下 就是它是要get coin的passport 至少要持有两分了 然后那个相关 在它们区间范围之内 一个是0.5到2.5之间都可以领取 一旦低于这个区间 或者是高于这个区间 都没有办法进行到申请 还有一个最常用的话是这个 这个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需要你主网当中持有0.001的ETH 那我们不过多介绍了 直接开始 这里的话去撬完之人之后 我们来到下一个步骤 用我们的Sepulia测试代币 要发送给这样一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的话 在这里体现到了 我刚刚朗读了 在这里我们要把这个复制一下 复制完成之后 打开自己的小狐狸钱包 或者是OKX钱包 没有关系 转到相对应的Sepulia的 这个网络当中 然后点击一下发送 发送的话就把我们刚复制的地址 复制过去就好了 这里的数额的话0.1 我们保险期间给到0.11吧 然后怕它不够用 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边点击一下确认 这里的话就是正在发送 然后处理当中 我们就暂时性的把它抛到一边 我们继续下一步走 然后将这个Selona的地址 复制粘贴到命令好 然后按下回车键 那对应的话 它这里的话会有一个地址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过来 然后在这个最底下 然后复制一下 然后进行撬一下回车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出现 那我们就来到下一个步骤了 第六个步骤 然后打开详情的这样一个窗口 然后再将这个ETH的密室复制到这里 就粘贴到这里 然后并按下回车键 OK 那我们就来到这里 然后是要将这个 这个地址 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这里 然后再撬一下回车 那我们要在这个步骤当中 就是撬完回车之后 它这里也着重说明了一点 在这个秘密行当中输入一下数字4 然后并按下回车 那我这里可能会显示 最底下可能显示不全 你要记得在你敲完回车之后 按下数字4 那我这里给大家敲一下回车 我相信你这里就能看到 它这里是正在交互 然后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地址 然后以及是交互的次数 这边交互完成之后的话 相对应的我们等待需要4分钟即可 如果过程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你的测试币不够用 也可能是当前的这样一个 就是gas费过高 然后所以导致这种情况 那具体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我也目前的话 只能通过那个表格来反馈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着它后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这里它后续也确实出现了 那个address 那这意思就是说代表着应该是OK的 只是说交互的次数没有它这么多 那我们在一开始去说到数字的时候 再输到数字的时候 是否可以将它 它这里不可以 它只能在4和5当中去选择 那我们只能选择4 我一开始以为可能说 它这个次数是决定它交互的次数 OK那边 那这边出现了相对应的address 之后的话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因为它的文本框需要 然后是在最后的这个方向上 我们来对照着它的最后一步 简介着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步 这里已经是将地址输入进去 然后撬下回撤 OK我们来到这样的环节 撬下回撤 它这里是正在创建到这样一个账户 然后等等 等待它这个响应就可以 然后再开始面持到你的token 以上就是这样一个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到它的下一个步骤 第九个步骤 按照如图的琐事 我们来给大家放大一下 看一下 如图琐事 注意这个地址就是表单当中的program address 需要将它复制到这样一个表单当中 那除了其他信息 你的discord推特账号之外 自己就OK 那这就不用给大家朗读了 后面应该都知道了 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提交的一个表格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 那我先复制一下 复制完成之后 你要记得一下你的program的address 那这边也去复制一下 OK我们打开相对应的表格吧 你知道吗 我做这个项目 为了给大家解决一下相对应的难题 我已经花费了大概是0.5个 我才搞清楚它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这是正好 这个address是这一个 我们打开相对应的这里 然后复制一下 复制完成之后 在这边表格当中进行一下念贴 然后这里的话是你的名字 无所谓什么名字 无所谓 如果不太懂的话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了 然后你的 那我直接 那我这边直接翻译成中文吧 项目介绍也没关系 然后你的DC账户 推特账号 以及是电报账号 都要如实的填写 然后测试网反馈的问题 就是刚刚那个问题 我们在发现用数字4 进行到交互的次数的时候 会出现到3和4是没有办法进行交互 可能是当前网络的gas费过高 也可能是你自己的测试币不够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最终的提交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尽可能活跃在 你他的这个DC频道当中 因为可能对你后续的一些空投资讯 是有帮助的 那我也会密切关注一下 这个项目 毕竟是做的 那以上就是具体的所有教程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长的收看 我相信应该是最全的了 那同时是以视频的形式 请按照我的视频 然后一步一步来做 不要有任何当中的环节缺失 一旦缺失之后 你的所有测试币将不再能追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